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的甲基拉青菜園第三代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店這邊有很多很可愛的小公仔 家木表在這邊 每天都煮到這麼大一鍋雞 所以這個生意非常好 菜單上還有陽明三小饅頭 這邊有在販售 喔 它有這個地瓜湯 跟這個陽明山上的狀況幾乎是一樣 這個雞肉也非常的漂亮 好 現在地瓜湯就好了 謝謝 問一下哪一個 這個是新雞 然後這個是白仔雞 白仔雞怎麼那麼像 因為它原本就是用白仔雞 然後是燻的 喔 所以這是有燻過 這個這個是原本就去用這樣 喔 這樣有燻過 喔 這樣有燻過 然後這個後來就是用它 粉底然後再去燻 好 好 OK 好 拍到這個切的鏡頭 一個很好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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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還有這個沾醬 現在排得那麼的美喔 好,那就是有蘆筍絲 然後白斬雞,煙燻雞肉,茶燻雞 還有這個地瓜湯 口誤更正啦,白斬雞跟茶燻雞 誠意滿滿的 這雞湯看起來也是非常讚的感覺 好,本日女主角,讚 嗨,小哥你好 今天早起,也不是早起 已經中午了,跟大叔就來吃 那個青菜木的 兩名單的青菜園的大哥 下山南開的 假雞啦 是假嗎? 假雞啦,對 就我們吃吃看喔 然後接下來就換大叔見到 OK,好,謝謝 好,那現在就吃吃看喔 這個是茶燻雞 美女啊 很了解喔 嗯 好,我們現在就吃吃看喔 吃吃看 那個湯 豬筍 對 這個是茶燻雞 嗯 它有煙燻的味道 然後雞油感覺滿豐富的 這個雞油 雞油很紮實喔 好吃嗎? 嗯 剛開始覺得比較乾一點 可是越嚼越香 對,剛開始感覺入口 比較乾一點是越嚼一下 有沒有 好,那在這個店家有這個很厲害的沾醬 那現在就吃吃看了 我再拿這個 好,那我先吃喔 這雞肉是滿漂亮的 好,我拆一小塊雞肉來沾這個醬 它是 辣椒醬油 然後沾上這個沾醬之後就 滿有味道的 嗯 讚 小葵覺得沾醬醬好吃嗎? 好吃啊 好吃啊 但是我很喜歡吃原味的 偶爾沾一下 偶爾沾一下 偏換口味 嗯 好吃 喔 對,對,對 雞油再到下面的 喔 雞油再到下面 哈哈 沾一點 好,就把這個雞肉往下面沾幾下 就會沾上這個雞油 就讓口感變得更加豐富 嗯 煙燻味更明顯 嗯 吃下味道 好,再來是這個原味雞肉 那現在嘗嘗看 好,那這個是原味的 嗯 我在猜應該原味雞肉會比較有水分 因為熏兩次照理講 雞肉的水分會稍微少一點 對 嗯 唉唷,這個肉比較嫩喔 嗯 嗯 你看看這個皮 喔 嗯 讚 連小殼都說讚喔 所以這個 真的是滿分的雞肉 我跟你講,你就放冷藏 你今天如果沒出來就放冷藏 兩天內只是玩會比較好 因為你剛有冰過 如果冰過的話 你才有當天吃 對啊 因為我當天煮 你如果冰過還是會 對 OK OK 好,感覺它煮的時候 它裡面應該是有放一點冰糖 有一點冰糖的味道 欸,甜甜的味道 嗯 哇,還有雞凍喔 嗯 好吃 實在很雞凍喔 真好吃 嗯 讚喔 好吃 好,那這個部位 雞胸的部分 肉滿多的 但是 稍微 乾一點點 所以需要這個 醬汁的輔助 好,但是這個 恩嫂最喜歡啦 恩嫂她比較喜歡這種這個 沒有骨頭然後 比較瘦的肉 就適合我老婆吃 好,讚 欸,小姐妳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,姿姿還記得我 哇,好可愛的youtuber 你以前應該是youtuber 對嗎 對,我以前是 1,2,3 才一 的 其中一員 喔,是喔 對 哇,那叫這麼有名的人 來開這個 肌肉店 對 對嗎 是 那目前已經開了多久了 目前是剛開 那但是我們山上的青菜園已經開了三十幾年了 那也是 好 然後這次的話是 呃,為了就是 一些不方便的客人 不方便上山的客人 那也是 對 就是為了他們就是 來上下台這樣 嗯 OK 好,那姿佑就是每天早上新鮮現煮 對嗎 對 每天早上新鮮現煮 那是 那如果每天來這邊用餐的話 都看到妳嗎 呃,會有 有時候也會有一些 就是攝影 喔是 對,會有一些活動 然後 有時候也會去日本工作 喔 所以妳不一定在這邊這樣子 對 但是 如果想看到我的話 可以是先就是 加我們的官方Line 然後可以詢問一下 我有沒有讚的 是 好 那就希望妳繼續加油 那妳頻道的名稱是 我以前 我現在沒有做Youtube 但是 大家可以訂閱我老闆的頻道 三元 欸 好 那就謝謝 那個老闆娘是時候訪問 謝謝 好 那就感謝這個老闆娘親切的介紹 那現在就吃吃看這個筍子雞湯 好 那 嗯 恩 筍子很清甜 算是還原度很高 根本覺得在青菜園吃到的感覺是非常的像 很近喔 我們好久沒去青菜園吃了 欸 就味道很相近 欸 欸 好 那問這個帥哥老闆之後 他這個湯頭裡面就是有放這個 煙冬瓜跟蒜頭 所以讓這個 湯裡面的味道更加的有 有滋味 恩 好吃 好吃 如果說不想去陽明山上朋友在這邊吃 你就可以吃得很滿足喔 讚 好 那這個湯就蠻不錯的喔 各位朋友可以來喝喝看 那個這個材料豐富喔 又美味 然後這個 湯頭有多種的層次 好吃 他很好喝 嗯 讚喔 這帥哥朋友來品嘗 真好吃 生意真的還蠻好的 所以這個 一開始的生意就很穩定 欸 老闆你好 好 那想要請問一下就是 貴店自有兩種肌肉嘛 查訓肌跟白斬肌 那想要請問一下這肌肉是怎麼製作的呢 這個肌肉如果是白斬肌的話 是用簡單的 鹽跟冰糖 還有一些比較私人的一些配方 是 做一些簡單的烘韌調理這樣 然後味道是因 煮的人而決定 那個頭感 是 對 然後茶燻肌 就是用茶葉 然後簡單的糖 然後麵粉跟白米 去做煙燻 是 對 那它的味道可以呈現下來 然後味道可以浸到它肉裡面 然後是以白斬肌尾基底 去做這個查詢機 所以顏色會 兩個會比較相近一點 是 那都是放餐機是做的 他們放餐機那邊 都是陽明山那邊 跟桃園那邊 兩個地方在養的 對 所以他們那邊自己 自己養自己殺 自己送過來這樣 是 那想要請問說 如果說就是放在冰箱的話 可以放幾天呢 如果你要放的話 盡量是兩天冷藏內吃完 對 如果你要真的要放很久的話 是比較不建議 但如果你要放很久的話 那當然是放冷凍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 因為當天現煮的 那個口感 米丁過一定會有 有一點些許落差 是 所以你還是盡量 一兩天內把它吃完 會優先 是 因為櫃店是新開的店 那想要請問一下您的營業時間 我的營業時間 如果正式營業3月7號的話 應該是從8點開始營業到下午2點 是 販售完的話 就可能會提早休息這樣 是 就是 應該正式營業時間 是早上8點到下午2點 對 那有公休嗎 公休是固定星期五 是 好 那就謝謝老闆 那就希望你生意 生意興隆 謝謝 那就謝謝你接受我的採訪 謝謝 謝謝 好那最後就是這個 陽明山很有名的地瓜湯 然後地瓜超大塊 好其實就真材實料 然後吃起來就 還原度非常高 跟這陽明山上是一模一樣 然後這個湯頭裡面就有這個薑母的味道 好事實上 青菜園我小的時候 常在這山上吃這家餐廳的菜 所以這個 味道就深深刻印在我腦海中 所以是味道是跟我小時候是一模一樣 然後現在已經是第三代 第三代開的店 好那非常推薦 好那雞油吃下之後 再來碗地瓜湯味非常的讚 好那從背景就可以聽到說這家店的聲音真的是非常吃好 讚 所以樣樣都是滿分 好那最後是這間店的名片 假雞啦 放山百斬雞 好那地址在台北市 市東路 九十一 向十七號 好那真的非常美味的雞油 然後加上這個帥氣老闆 跟這個 漂亮的老闆娘 而且是非常有知名度 那可以來用餐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